婚营继续收听《五连天风》第4418集 老祖别闹了 菜郎中终于还是开了一副药方留下 他可以跟猎户夫妇讲道理 那赶面杖可不跟他讲道理 不过他也不敢开什么猛药 药方中的药材皆都是山中能寻的寻常药物 可以滋养血气的 就算真吃了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猎户亲自将菜郎中送回二十里外的村子 这才风尘仆仆地返回 夜已深了 状妇便坐在床边 一脸慈爱地望着床上的小神 看着这一幕猎户心许触动 成亲二十多年 自家婆娘是个什么德行 她自然一清二楚 还从未见她这般温柔过 整日水米未尽 又劳累这么长时间 猎户自然是激捆交加 吩咐壮妇的 做点吃食 我吃了休息会儿 等天亮了 上山找药去 壮妇爽快地应了一声 提着赶面杖往厨房行去 一日天还没亮 猎户便出行了 一边上山打猎 一边寻找药方上的药材 都是在山上讨生活的人 无论是打猎还是寻药 都不是什么难事 所需要的只是经验 加上运气罢了 天色未黑 猎户返回 这次运气不错 猎倒了一只袍子 又找来许多药材 交由自己的婆娘洗净熬处 给毛丫头喂下 村子不大 也就十几户人家 猎户在山上捡了小丫头的事情 很快传来 不时便有人跑来关桥 不过乡下人虽然粗鄙 却也淳朴 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谁也不会多说什么 只是哀起命令多传 小小年纪就要受病痛折磨 灵里多有帮衬 村中的十几位猎户 每每上山 都会带回来一些草药 交由壮妇 猎户也数次前往那山中木屋 尝试寻找毛丫头 可能存在的亲人 却是一无所获 如此三月时间一晃而过 虽每日都喂服汤药 肉汤之类 但猎户捡回来的孩子 却是一直不曾苏醒 依旧昏迷 让猎户夫妇 少少安心的是 这孩子的脸色 似乎比之前 又好一些了 不再是那种吓人的白 多少有了一些血色 这愈发让他们 有了盼头 直到猎户捡回 毛丫头的第四个月 某日清晨 壮妇如往常一般 煮了些肉汤 端进屋内 准备喂食 猎户便在院中 磨着剑醋 屋内忽然传来 壮妇的惊叫声 当家的 猎户吓了一跳 匆忙放下手中 磨了一半的剑醋 闪身冲进屋内 急问道 怎么了 壮妇傻傻地指着床铺 猎户抬眼望去 为之一呆 只见那床上 躺了足足四个月的毛丫头 居然坐了起来 正傻傻地望着他们 大眼睛中一片茫然的神色 行 你醒了呀 壮妇的语气轻颤 一只手端着肉汤 一只手抓着猎户的胳膊 使劲地摇晃 生怕自己在做梦 猎户被晃得一阵头晕目训 轻点 别吓着孩子 壮妇如梦风行 努力在脸上 挤出了一丝 人畜无害的笑容 蹲着肉汤上前 坐在床边 揉声道 孩子 你醒了 什么时候醒的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蹲坐在床上的小人 似没听到 也不作答 只是定定地 瞧着壮妇手中的大腕 壮妇又问了几句 依然没得回应 瞧瞧孩子 又看看自己手中的肉汤 壮妇道 这是饿了吗 这般说着 身子稍稍前倾 一手揽住毛丫头的脖子 一手将大碗凑到她嘴边 咕咚咕咚一阵 不到十几席功夫 一碗肉汤便被喝个干净 一旁的猎户看得眉开眼笑 能吃 好事 快去再盛一碗来 带到第二碗肉汤喝吧 毛丫头舔了舔嘴唇 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可怜巴巴地瞧着壮妇 壮妇狠狠心摇头道 你才行 不能喝太多 等你好些了 再让你喝个饱饱的 放下手中大碗 壮妇又揉声道 孩子 你叫什么 家在哪里 毛丫头面上有些盲展 壮妇又问了几个问题 依然得不到答案 壮妇转头望向四家男人 担忧道 当家的 这孩子怕不是个哑巴吧 猎狐道 许师年纪太小了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不过总算是行了 看样子菜狼中的药方 还是有用的 哎呦 可得好好谢谢人家才行 猎狐汗声 应该的 既然有用 我这次就去多采点草药 猎狐又上山去了 壮妇精主毛丫头 留在家里不要乱跑 低溜着一些不算值钱 却能表达心意的谢礼 前往二十里外 菜狼中家中 猎狐夫妇走后 毛丫头便安静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大眼睛盯着屋顶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杨开忽然现身在床边 低头俯瞰 好片刻功夫 床上的小人似乎才察觉到不对 扭头望来 与杨开四目相对 没多少吃惊 只是有些好奇而已 似不太明白 床边怎的忽然多出了一个陌生人 老祖 你做啥呢 杨开也好奇 这些日子以来 他一直藏在暗处观察 四个月时间 让他发现了一些不解知识 老祖虽说与墨祖王主 大战一场 身受重伤 足足昏睡了四个月之久 但在他的观察下 老祖似乎有些不对劲 不过具体哪里不对劲 他也说不上来 面对杨开的询问 老祖一言不发 只是用那双清澈的大眼睛盯着他 好奇之色更浓了 对视片刻 杨开溃然一叹 老祖 别闹了 老祖依然没有回答 甚至连开口说话的意思都没有 杨开不禁皱眉 老祖这样子 似乎并不像是在跟他玩闹 望着他的眼神 也是好奇中有些陌生 仿佛不认得他死的 杨开心里一个咯噔 该不会老祖的伤势 比自己想得更严重 俨然失忆了吧 不过很快杨开便否定了这个猜测 堂堂酒品开天 人间至尊 纵然受伤再怎么严重 又怎么可能失忆 如今这情况 要么是老祖真的在跟自己开玩笑 要么就是他自己施展了什么手段 封印了自己的记忆 正常情况下来说 老祖纵然身受重创 变成小孩子的模样 记忆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只是性格有所变化 变得更具童真而已 可若是他自我封印了记忆 自然认不得自己 杨开略移沉吟 觉得暂时还不能妄下论断 左右老祖疗伤 时日良久 他还可以多多观察 面对一个如此状态下的老祖 杨开也不知该如何交流 只能简单地替他检查一下伤势 即便以他如今七品海淀的修为 也看不出老祖伤在何处 甚至在他的查探中 老祖身体并无伤势 只是相较普通孩子来说更显虚弱 眼看着这家主人即将归来 杨开只能匆匆告辞 下次再来找你说话 好好休息 言吧 晃身不见 是已带丈夫从菜狼中那边归来时 便见得毛丫头正在家里四处寻找着什么 丈夫大惊 连忙将他抱到床上安顿好 叮嘱他 下次家里无人使 不要乱跑 当杨开将注意力从老祖这边收回时 外间的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 身形端坐在猎户家的屋顶上 抬头仰望虚空 目光穿透自身小乾坤世界的封锁 见得虚空中的景象 在那虚空身处 似有流光正在急速朝这边靠近 那流光数量不多 只有三点光芒而已 却是排布成一条直线 追星赶月般列来 这让杨开心生疑惑 如此流光不像是人族开天镜的顿光 倒像是一些阵法运转时的光芒 但是什么样的阵法会如此快速的移动 疑惑之下 他催动蔑视抹眼查探 下一瞬 眼前所见让杨开吃惊不已 那三点连成一线的流光 确实是阵法运转时所发出的光芒 而这些阵法 如今竟被安置在三座圆滚滚的乾坤世界上 这三座乾坤世界应该是精销细选出来的 体量不大不小 相比较东西军当作驻地的这一座乾坤世界来说 约摸只有一成的体量 此时此刻 这三座乾坤世界之上已被布满了各种法阵 在那些法阵的作用下 他们从虚空深处一路飞略而来 速度越来越快 阳开不知他们是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 但显然已经经历了几位漫长的旅程 出现在阳开事业中的时候 他们的速度已经快如闪电 而且每一座乾坤世界上都弥漫着极为危险的气息 显然那些被布置在上面的法阵 不单单有推动他们前行的作用 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危险的用途 阳开用脚趾投降 也能知道这些法阵的用途是什么 他不禁脸皮有些跳动 不用说 这又是向山针对墨族的一个计划 只不过这个计划有些狠辣 也不知道墨族能不能吃得消 另外阳开还发现一个让他在意的事情 那就是乾坤世界的体量对比 墨族王城所在是一座乾坤世界 如今人族大军驻地同样是一座乾坤世界 不过却是人族施展手段从远处挪移过来的 这两座乾坤世界比较而言 无疑是人族驻地所在的乾坤体量更大一些 几乎是王城的三倍左右 阳开之前还有些不紧 若只是给人族大军弄一个驻地的话 为什么要选这么庞大的世界 这着实有些浪费